互相抽球 擋球 球技精湛 當仁不讓 不過您知道嗎 這兩位被隊員尊稱為 正山之寶的桌球隊員 阿姨已經88歲 叔叔也已經有83歲 打起桌球來完全不輸年輕小伙子 你每天都這樣去來打嗎 對 有 每天都去打 你覺得打瓶瓶對來講有什麼幫助 打瓶瓶 過心地 讓你變得少年輕 這裡打瓶瓶就是過心地 還可以這麼帥 不敢 天天要生活正常 這時要規律 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許多運動和活動也陸續解禁恢復 位在七堵山林中 長壽山早起會會員大約50多人 年紀加起來 大約有三千歲的千歲團捉球隊 長期靠著打桌球 夠心地增強免疫力 早起會的會長表示 在疫情嚴峻時 大家遵守法律沒有一起打球 也傳出隊員們分別染病 但是可能是幾乎每天打桌球 運動養生的關係 雖然年紀比較長 但是康復後後遺症 感覺都比較少 大概都六七十以上 但是大家都體力啊 精神都非常好 大概就是跟打桌球有關係 對而且你看每天這樣子走路上來的也是有 你看都八十幾歲了 他們也一樣是從家裡走路到這邊 雖然說要休息了很多趟 但是爬樓梯還是一樣爬上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體力真的很好 所以還是要運動 我也是建議說這裡要建設的更好 讓新的一代可以再上來這邊接這裡 讓一代傳承一代 把這個地方保持下去 疫情趨緩後 大家重新聚在一起打球 繼續練球技 夠形態 長期支持鼓勵這群長輩打桌球的 基隆市議員楊秀玉 也趁著跑行程的空檔上山 和長輩們練球 對於長輩們的球技和形態都非常熬 我一直都是很提倡 就是說我們要活到老學到老 活到老運動到老 那我們長壽山的這個 就是這個早起會 這個已經真的蠻久了 那也謝謝洪會長在他的帶領之下 我們這裡真的年齡最高八十八歲 打得非常好 長壽山早起會的阿姨叔叔大哥大姐們 也非常感謝楊秀玉 長年來對於早起會和桌球隊的支持 讓他們有著一級棒的球技和身體 打桌球夠形態 長壽山一級棒 打桌球夠形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振騰